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美媒說6兆美元流出 別想了 外資回流中國沒指望 大陸幾千人齊聚怒吼 背後大老闆是誰?這條利益鏈很粗 習奢華午宴接待基辛格 黨校卻因吃青年餐IP 充電漲87% 中國車主說 當初鼓勵買 現成代載羔羊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政經熱點 今天是美國時間7月22日星期六 感謝您的支持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美媒說 6兆美元流出 別想了 外資回流中國沒指望 美國商業內幕文章說 許多數據顯示 儘管大流行病已過 中國期望的經濟復甦仍沒有到來 而是陷入停滯 為了讓經濟復甦 中國向西方釋出快來這投資的訊息 新頭殼引述自由財經22日的報導 中共近幾個月也迎接美國貴賓來訪 包括財政部長耶倫 特斯拉執行長馬斯克和氣候特使凱瑞 中共的這些舉動背後原因是外資早已枯竭 研究公司榮鼎集團數據指出 今年第一季度 國際投資人 企業和政府在中國支出僅200億美元 和2022年第一季度的1000億美元相比 明顯大幅縮水 自由財經認為 中國這現象很可能是由於中共領導人習近平的鐵腕手段 去年底的中共二十大上 習近平奪取權力 公布由政治親信組成的領導班子 大感驚慌的投資人慌忙拋售中國股票 導致6兆美元流出 雪上加霜的是 在岸人民幣在同時對美元貶值 中共今年打壓中國大型科技企業 派公安前往美國顧問公司貝恩上海辦事處進行搜查 禁止採購部分美國美光公司晶元 這些行為使其總市值蒸發1.1兆美元 因中共政府實施嚴格的資本管控 就連外籍人士也難以將資金帶出中國 新興市場教父莫比爾斯今年3月說 他對於投資中國非常非常審慎 原因就是中共的資本管制 大陸幾千人齊聚怒吼 背後大老闆是誰 這條利益鏈很粗 連日來 西安家長抗議當局主導的西安中考外地回流聲越演越烈 網友拍攝視頻披露 7月21日 幾千名西安家長就河南考生披上馬甲異地高考的問題 集體到西安市鹽店街信訪接待中心抗議 高唱國際歌 並齊聲高喊 西安娃要上學 視頻顯示 當局派出許多警察到場戒備維穩 幾十個警察在信訪局門口站成一排 阻擋家長進入 家長反映 西安中考外地回流聲已經嚴重影響西安孩子的上學問題 2023年 西安的十萬三千中考考生中 四萬考生是外地考生 西安市民反映 希望教育部門加強中考回流聲考試資格監管 保障西安的本地孩子享受公平教育 家長還透露 西安回流聲的背後可能有一套完整的產業鏈 五大背後是教育局 有一條很粗的利益鏈 如果是普通教育機構 早就被錯股揚晦了 而且這絕對不是一個兩個領導能幹出來的事 西安市的教育太依賴五大拿成績了 實際上是壞事 所謂中介都只不過是喝湯的 這個是如果國家出免查 才有可能水落石出 家長們比較了幾個大城市中考的情況 認為西安的中考極不正常 人口只是上海的一半 但中考考生的數量卻差不多 18日傍晚 西安市教育局發聲明回應說 參加2023年中考的回流生為3608名 只佔全市報名人數的3.5% 對此家長並不認可 我們說別人偷了4萬塊錢 人家說沒有 偷了3千 同一批次 小生初時7萬多人 中考11萬多人 麻煩解釋一下哪多出來的 西安家長劉先生19日告訴新唐人記者 西安中考回流生問題已經存在多年 他的孩子就是受害者 由於考不上高中 只能就讀高職 一名河南家長楊先生告訴新唐人記者 河南人多指標少 有點條件的家長都在外地掛一個戶口 以前是高考 現在中考就開始了 楊先生說 中介有一套操作流程 形成一個產業鏈 中介和當地政府部門勾結 有網民認為 兩個省的孩子都是無辜的 他們都是教育體制和利益鏈的犧牲品 原大陸高中教師翟德雲說 這種現象以前高考也有發生過 現在嚴重到中考也發生了 翟德雲認為 回流生問題的真正原因就是教育資源的嚴重不平等 毫無疑問 背後牽涉到一個腐敗問題 不僅僅是教育系統的腐敗 而是整個政府相關部門的聯合性腐敗 習奢華午宴接待基辛格 黨校卻應吃連接餐IP 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20日在北京釣魚臺國賓館接見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 習近平不僅在會中稱呼基辛格為老朋友 還表示對方剛過百歲生日 訪問中國也已經超過百次 這兩個100加在一起 讓基辛格這次訪中具有特殊意義 兩人會面後 習近平為基辛格準備了豪華舞宴 中央電視臺還對宴會細節做了詳細介紹 竟顯極盡奢侈的擺設和食物 看到中方用如此高規格的舞宴接待基辛格 許多網友讚嘆 這展現出中國特色 大國外交的特色 風格和氣派 但也有網友對此感到不滿 自由亞洲電臺報導 有網友重提習近平上任初期提出的8項規定 包括要輕車減從 減少接待 不鋪設迎賓地毯 不安排宴情等 禁止官員亂花工幣 現居美國的北京之春雜誌主編胡平也怒批 習近平的行為根本就是超級腐敗 TVBS新聞報導 陸媒指出 陝西省吳寶縣縣委黨校10日到14日 舉行村黨支部書記培訓班期間 結合廉政培訓課程為學員安排了一次清廉主題午餐 包括取名為黑白分明的木耳炒山藥 清清白白的素炒白菜等 通過對菜肴重新取名 意圖賦予清廉的含義 這樣的清廉餐隨後遭外界痛批是形式主義 吳寶縣委隨後說 對此事高度重視 並成立工作小組進行調查 常務副校長被停職 但這樣的處分公布後 再次與網上引發熱議 許多網友質疑 說停職就停職嗎? 看不懂為什麼這樣處罰 沒必要全面整改吧 充電漲87% 中國車主說 當初鼓勵買 現成帶載羔羊 大紀元報導 上海寶山區一處公共充電站 100個充電樁屬於快充模式 由於不同時間段充電費用不同 低價格時間段經常客滿 上海計程車司機吳先生說 充兩次電一天也就40塊人民幣 全天空調 離封和尖峰時段 一度電價差2.6-3塊台幣 算下來尖峰時段充電得多花70塊台幣 還有業者為了讓充電樁使用更平均 將尖峰時刻的充電價調漲50%到87% 讓不少大陸新能源車車主大呼吃不消 大陸新能源公司副總裁王坤鵬說 根據相關預測 在2030年 中國電動汽車保有量將達到1億輛 按照車樁比1比1來計算 整個車樁的缺口依然是非常巨大的 分開中國充電聯盟的統計 目前大陸私人充電樁239萬根 公共充電樁153萬根 總計392萬根 以目前大陸擁有超過1000萬輛新能源車來看 充電樁比為2.55比1 依舊偏少 我們每天在副頻道發表一個視頻新聞 阿波羅網是獨立媒體 沒有政府和機構資助 朋友們每一次按動油管的特別感謝 都讓我們深深地感受到您的關愛和支持 尤其感謝純粹為贊助我們而加入會員的朋友們 我們唯有做得更好回饋您的幫助 請您點贊轉發和留言 讓更多人受益 也請您訂閱並打開小鈴鐺 選全部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平臺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祝您週末愉快 再會 喚確認 喚還 喚嚨 喚嚨 喚有 喚嚨 喚嚨 喚 喚嚨 喚攪